台灣跟日本形成了這個產業的一個同盟軍 我們半導體產業的重生 預火重生 那對日本來講絕對是一個好消息 有可能因此解決它失落30年 這樣的一個問題 如果大家真的要去守護台灣的話 就等於說這個戰爭要結束 不代表說綏靖 而是說要把整個焦點 從俄羅斯撥回去中共 房地產危機 事業危機 債務危機 通縮危機 四個危機每一個都很重量級的 還四個一起來 還不要講資金外流 貪腐著錢洗到外面去 中國問題從頭到尾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訂單在哪裡 我也是非常感謝台灣可以允許 香港很多出版社跟作者 可以利用這個自由的樂土 來發展自己的出版事業 中國一直有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是跟俄國走得近一點 還是跟美國走得近一點 現在很多人都已經早就發現 美國是對中國最好的國家 可是中共整天跟美國對著幹 然後俄國是最欺負中國的國家 然後習近平去擁抱俄國 那一直長期以來 台灣都覺得說 這個方略不是講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嗎 現在不是 那個浮雕又動了 大家要注意喔 新聞大破解 回答新聞 大家好 俄國戰爭兩週年 G20的會議聚焦在支持烏克蘭 而G7七國領袖的聲明 將要制裁支持俄羅斯的第三方 這是美國和歐盟等等 對中共的最後的最後的通牒嗎 中共界選之後首次的對台灣工作會議 從內部要攻破台灣的防線 再拉攏台商 傳出王滬也有可能利用金門快艇事件 來結合所謂的兩岸融合 這會不會是要走出一個軟病吞跟半無統呢 那中共國跌入了經濟通貨緊縮 中共種種種的措施拉不起經濟來 吳老師先前形容是多重器官衰竭 究竟是如何淪落到這一步的深層因素是什麼 那麼台積電在日本的熊本廠開幕 喊話要幫助日本來復興半導體產業 聯手美國 台灣日本會不會成為高科技的世界工廠 那香港正在淪為國際出版中心的遺址 台北國際書展在華語文壇走浪 桑普今天觀察香港人是如何在台灣撐起了一夜粥 我們介紹破解新聞來賓 資深政經評論家吳嘉隆老師 主持人好 桑普律師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資深評論人桑普律師 主持人好 吳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2月24號是俄乌戰爭兩週年 歐洲四位領導人一起訪問基辅表達支持 那多個國家駐中的大使呢 在北京聚集也是支持烏克蘭 那美國的大使伯恩斯呢 公開表達了對中共支持 俄羅斯感到失望 還把這個演講貼在了官方微博 那美國政府呢 是即將要推出五六百項 對俄羅斯的新制裁 歐洲聯盟是第一次制裁 幫助俄羅斯的中國企業 而G7的七國領袖的聲明呢 關切中國企業對俄羅斯的軍事上的支持 並且呢打算要對第三國 或者第三國的個人公司 施加額外的制裁 那還有G20的外長會議 也在聚焦烏克蘭 而中共的外長呢 王毅卻缺席了 所以我請教桑普 怎麼看這個兩週年這一波 各自的表態觀察 那我先講講那個事實發生的狀況 再講講我的評論 我的評論跟一般台灣的評論 有點不一樣 我想先講講說這三個 美國歐盟跟G7 那美國在那個拜登總統 在2月23號聲明呢 50國的挺烏聯盟堅持承諾 提供關鍵性的援助 也是要追究俄羅斯的戰爭的罪責 同時你看得到 那個500多個到接近600個不同的制裁措施 原因都起因於俄羅斯戰爭跟納瓦尼被殺害的案件 所以對外俄羅斯從窮兵敵武侵略 對內鎮壓人權人士 大家看到這個不可容忍 所以這一些500多個制裁 都針對個人金融 國防工業 採購網絡等等 那這個以外我們看到又有 接近100個 相信90多個新的出口管制措施 也把很多公司列進去實體清單 當中呢 你會看得到有兩組不同的公司 都會涉及到在裡面 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企業 看到兩組 一個是俄羅斯的軍火商 通過中國進口 那個日本跟台灣製造的精密儀器的零部件 那這個地方會被制裁 制裁針對中國的企業 基本上列出了六個企業這一類 那包括江西連勝科技 廣州歐塞等等 那另外一類呢 是中共提供資金跟物資 均民兩用產品給那個俄羅斯 比方說白俄羅斯 在中國社公司進口零部件 中共知情這一類也涉及到另外三組 三個中國的企業 包括那個浙江歐龍電器 那個武漢賣味通信等等 那這一些企業你看得到 他們開始把手伸到中共了 以前你去年的那個一周年的聲明 沒有開明中國共產黨 那現在把中共點名了 那這個地方是非常大一個突破 那今年點名中國 朝鮮就北韓跟那個 那個伊朗三個國家都是在 G7的聲明裡面 而且G7關切中共 運輸俄羅斯的570部件 軍工業的生產設備 還有軍民兩用的原材料 而且要考慮對第三國的 個人跟公司 包括中國共產黨下下的個人跟公司 實施額外的制裁 反制規避的措施 那講是這樣講 歐盟也是加強制裁中國的企業 多加200多個實體 好量多了 我就問一個問題 是說實際上真的有效嗎 第一個 兩年以來 尤其去年 中俄的貿易額 已經到達了2400億美元 我們看到是年增26.3% 而且中國從俄羅斯進口原油 天然氣來彌補 俄羅斯失去歐洲市場的份額 那這個情況你看到 中俄就過重生命 而且不單是這樣子 很多中亞的國家 包括那個亞米尼亞 阿米尼亞 那個哈薩克 基爾吉斯 也是從中獲利 因為大家制裁俄羅斯嘛 所以他們成為一個白手套 那其他國家賣給這些國家 這些國家再轉賣給俄羅斯 哪一些國家賣給這些國家 歐洲的國家 其實歐洲國家也不爭氣 他們本身也是用這個地方 來規避很多的制裁 更不用說印度的關鍵角色 我們以前在節目上也談到了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系列事情 其實一直下來 效果不彰 2002.3 2月到現在 16500個俄羅斯的目標被制裁 但沒有發生政變 戰爭格局沒有改變 我覺得這個戰爭是有點 寒戰化跟越戰化的一個可能性 就彼此在那個 那個叫做停戰線裡面 不斷來回旋 那死人相當多 那我覺得第一個 制裁充滿漏洞 無論從每一個方面 金融的 貨物的 服務的 都基本上有漏洞 很多可以 地方可以迴避 那第二個說 你如果真的要完全制裁 這個對於美元的那個衝擊 是有限度的衝擊會出現 而且對於美國 能不能夠跟歐洲 能夠真的在一起 本身也是一個考驗 所以這個地方 考驗著很多人的智慧 在那個地方 所以漏洞存在 那既然有漏洞 也只是新的制裁 這個新的制裁有用嗎 雷伤非常大 你看到很多的訪問烏克蘭 但是他們是制裁一些 都根本沒有在做生意的 一些公司 這些幾千個俄羅斯的企業 都沒有人跟他在做生意的 所以這個情況 是一個宣誓性的效果 大於實質的意義 如果真的要打這場硬仗 真的要打贏它 美國真的要 不是給一些低級的 低層次的武器 跟情報給烏克蘭 這個兩年的戰爭 我們現在到頭來反省一下 其實中共得利的 中共在當中成為一個叫做 就那個圈起手來 看這個外面的 做看境外血如泥的情況 它是完全沒有辦法 它也得利 因為它石油的交易 也在那邊從中也看得到 所以這次制裁也有 但問題是 全世界把獨裁政權的第二號敵人 拿到第一位 那中共就變成說 沒有辦法就受到這麼多的制裁 結果是怎麼樣呢 是對於中共跟台海情勢是不利的 我個人認為是這樣子 可能不同的意見 我是尊重 我覺得現在有戰合的一個大辯論 在美國發生 如果川普上台 如果這一場戰爭會結束 我就想說 第一個 不用太慌張 很多認為說 這個是民主跟極權的戰鬥 在那邊衝撞 普丁切國 但我相信 如果要美國的人 要不斷長時間耗在一個 越戰式或者韓戰式的戰爭裡面 基本上民意會逆反的 這個不是川普一個人定奪 而是民意的問題 另外一個地方是 我們看得到 那個攻擊烏克蘭 那個武器 你要不要到位 我常常說 你要嘛就是 把烏克蘭納入北約 攻擊武器 一起把普丁扼殺打贏 否則用一種 就是不到位的方式 來幫助烏克蘭 結果這個只是一個絞入計 這個情況會長期持續 長期持續的結果 是消耗美國人的納税的金額 這個情況 你一直拖下去 就會越戰的效果就會出來 所以我想 這個問題是怎麼樣 要停戰 但停戰 要承認勢力嗎 可以用一種不同的方式 來去處理 尤其類似韓戰的模式來處理 另外 要怎麼樣扼殺俄羅斯 讓他不敢造次 也是很重要的 而且台灣也要正視 烏克蘭跟台灣沒有可比性 很多人都認為說 烏克蘭一倒 台灣就不好 其實現在烏克蘭已經很慘了 因為打到那個國土已經分離了 我想講的地方是 如果大家真的要去守護台灣的話 我覺得讓全世界的注意力 把頭號敵人集中在中共 就等於說這個戰爭要結束 不代表說綏靖 而且說要把整個焦點 從俄羅斯撥回去中共 而且這個地方 如果說美國有一個新的總統的出現 我覺得說比方川普的出現 我覺得這個情況可能會存在 那川普會不會要求台灣付錢來接受防禦 好 就付錢 但是要求美國 但一個重要的事情 協助台灣防禦 基本上不是自衛那麼簡單 協防台灣 重新訂立防禦條約 那麼台灣給錢 美國防禦 有服務 有金錢 非常好 所以我希望這個情況 會用這個方式來去處理 而不是說 俄羅斯戰爭不斷地這樣子繳下去 這個我覺得說 其實不一定有利 但是我當然容許有不同的想法 提片中共在後面就是 就是持續讓這事情拖下去吧 各方都直接往下拖這樣子 好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主要國家 對俄羅斯的制裁 被認為效果不彰 專家指出 中國出口了給俄羅斯大量的 非致命的設備跟產品 但產生了一個致命的後果 這是俄羅斯的軍事機器 能夠維持運作的關鍵 其中最近包括有美國 歐洲 台灣等等的 一些產品零件被發現 也流入俄羅斯或朝鮮 成為這個軍事的用途 所以可以看到說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也受綁說 美國將會很快地提出證明 北京 中共正在認真地考慮 可能向俄羅斯提供致命性的支持 所以我請教吳老師 你怎麼解讀目前大家很關注的制裁的問題 還有漏洞的問題 制裁跟禁運通常都會產生漏洞 我們看一下歐佩克國家 他們的減產協議 有人就會偷跑 偷偷增產 很多協議的話 涉及到主權國家的話 你沒有辦法做到百分之百的監督 不過這個是技術性問題 我們現在看到背後更大的一個基本的問題是 這一次算是美國跟俄國這兩個核子武器大國 第一次真正交手 那核子武器大國之間的交手 當然也包括美國去跟一些不在它這個級別的 比較小的國家的戰爭 比如說跟伊拉克以前 或者跟南斯拉夫這種 那這一次是美國跟俄國兩方面在烏克蘭 透過代理人進行一場 好像是肉搏戰這樣子 那這樣的情況呢 就是說這是一個核子武器的時代 兩個核子武器的大國 不方便直接開戰 然後呢 透過代理人來進行一場 那個算是綜合性戰爭 或者我們叫消耗戰 那當年呢 美國跟蘇聯的軍備競賽 其實本質也是消耗戰 那現在跟俄國也一樣 只不過現在變成一個打群架的概念 那打群架的概念的話呢 這個一方面涉及到盟友 美國要跟盟友聯合行動 那俄羅斯也要找他的盟友 有時候土耳其可能有時候也會扮演一點角色 因為在黑海旁邊嘛 那另外伊朗北韓這些都是 那在一個核子武器時代 核子武器大國不方便直接互相丟核子武器 那又要打架對不對 那打群架 然後呢要回到傳統的武器加上一點科技 比如說無人機這種 有時候是偵查 有時候是直接攻擊 或者兼盃式的能夠搜索目標 然後呢摧毀坦克 你看到現在烏克蘭很多的武器的使用 其實是在投射出像美國俄國這樣的大國 不方便直接開打核子武器 可是又想好好幹一架對不對 打一場 那變通的辦法就是你現在看到的 這種盟友運輸物資 運補物資給烏克蘭 然後俄羅斯這邊被制裁以後 想辦法賺漏洞 繼續打下去 繼續消耗下去 這個就變成是現在的一個新的現象 可是這裡又有引出一個地緣政治的意義就是 這件事情對歐洲本身來講衝擊很大 美國本來就是全球性海權大國 到處都他都要介入 但是歐洲不同 歐洲在二戰結束以後 因為歐洲有一個 一個算是20世紀的一個重要的心理轉變 或者心靈創傷 就是第一次大戰跟第二次大戰都在歐洲打的 而且歐洲人做重大犧牲 譬如說馬其諾防線挖壕溝 死很多人 結果你也沒有拿到什麼土地 這以 以舊的觀念來講 打了半天你不敢你宣稱打贏還是怎麼樣 你總要有一點收穫 結果不是幾百萬人在前線對峙 然後你殺過來我殺過去 最後什麼土地也沒有拿到 死了一百多萬人 這是第一次大戰 結果催生出後來的緩戰文學 緩戰的那個藝術 緩戰的音樂等等 然後演變成那個 美國在60年代的時候 這個緩戰的學生運動 那就是變成說 現在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你如何定義你的安全 那麼對歐洲國家來講 原本以為二戰結束之後 歐洲可以出現至少是長久的和平與安全 然後他們也樂於跟俄羅斯做生意 讓俄羅斯有經濟利益 然後這一次烏克蘭戰爭一個最大最大的衝擊 竟然是經濟利益沒有辦法換到國家安全 恰恰相反 不但不能換到是恰恰相反 你跟對方做貿易做投資做經濟的來往 讓對方這個取得經濟的養分之後 因為對方是專制的體制 這些養分最後會到權貴階級這裡 讓權貴階級掌握權力的人 反而很有力氣想要在國際上好好幹一票大的 類似這樣的想法 你跟他有經濟來往的結果 讓他經濟壯大的結果 反而對你構成了一種威脅 這裡還產生一個問題就是 像烏克蘭已經是比較大型的 他五千多萬人比較大型的 還有其他之前更小的俄國周邊國家 他的問題的性質是這樣 就是一個專制的大國旁邊的民主小國 會被這個專制大國認為 你在政治上對我有威脅 你會影響到我內部的老百姓人民 向你看齊對我構成一個統治上的隱憂 所以專制大國在取得養分之後 在從全球化取得很多經濟利益 然後建軍備戰之後 會開始把眼光投射到旁邊的民主小國 宣稱這些民主小國對他內部的安全跟穩定 有破壞性 然後來找各種理由 來對身邊的民主小國 開始發動軍事攻擊 這個形態才是整個烏克蘭戰爭最大的含力在這裡 也是這個含力才會聯繫到台灣 比如說中共這個專制大國旁邊的民主小國 當然首先指的就是台灣 像朝鮮半島的南韓也是 或者南海的菲律賓也是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是一個國家安全或者主權跟領土的安全 重新界定的一個時代 然後從歐洲到東亞都是這樣子 這個才會意味著說美國如果要聯合盟友 然後來架構一個集體防禦的體系的話 那麼來應對可能的威脅的話 光是去堵那個漏洞可能不夠 因為這個已經不是這裡有漏洞 那裡有漏洞的問題 實際上這個是打群架以後 等於是大家就是相當於進入一個第三次世界大戰這樣子 所以你也不用去堵漏洞 你就讓等於說正式開戰 那你要嘛還堵什麼漏洞就放馬過來就開打了嘛 所以變成說你有多少武器消耗 我有多少武器消耗 大家來拚嘛 變成這樣子 這實際上漏洞堵不完嘛 也不用去堵了 這其實就是在變相的一個開戰 只不過它不是傳統的飛機大炮坦克這樣而已 現在的戰爭等於是一種綜合國力的較量 互相消耗看誰能夠撐到最後 然後呢 而且這種消耗是打群架的消耗 然後這樣的消耗的話 會發生在尤其是會優先發生在 專制大國旁邊的民主小國 然後互相都缺乏安全感 這個專制大國本身是一個非常沒有安全感的大國 然後旁邊的民主小國本來就沒有安全感 所以我們搞到最後全球化經濟發展到最後 變成一個大家都沒有安全感的世界 老師那這樣看起來這個G7或是美國歐洲這一次的聲明 您看起來會覺得是他對中共在做一個最後的最後通牒嗎 也許可能是要祭出相關的制裁去加強這個維毒網 你放心在我看美國早就有各種證據 他什麼時候出手如何出手 只是這樣子的問題而已 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病毒的追溯來源調查 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軍事支持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直接講明白就是這麼樣子 這是侵略 這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然後中共給的支持不是什麼致命性還是非致命性 你就是軍事上你支持他去進行這個侵略的行動 清清楚楚的這個界定 然後美國估計或者歐洲那邊應該都有足夠的證據 更何況 美國又不是沒有這個決心 所以從技術上來講 從原則上來講 美國都會進行到底 因為證據我相信它已經有了 我們不用去太擔心這個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美國有沒有決心對抗到底的問題 那對抗到底的話會產生一個你剛剛提到的問題 就是民主國家民主的社會 能夠承受這個負擔到什麼程度 是這樣子的問題 好 感謝我們收集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新聞大破解 中共當局2月22到23號召開了 2024的對台灣的工作會議 中共的王滬寧傳出在會議上的談話 是揭示了所謂的核戰兩大路線 24號中共邀請台商聯誼 有台商又喊了九日共識跟兩岸服貌協議 另外傳出王滬寧可能介入利用最近發生的 快艇在金門翻覆的事件 那擴大它的效應 那去年王滬寧才要求福建當局執行所謂的 兩岸融合示範區 當時針對就是金門 馬祖 澎湖等等 蘇王請教桑普對於這個事情的觀察 這一次2024年的中共對台工作會議 是那個台灣大選之後 第一次中共的對台的公開的那個工作檢討 那個工作檢討你會看得到 那個全國政協主席也是對台的那個一把手 就是一把手是習近平 第二把手就是王滬寧 那王滬寧基本上是以習思想 要強調新時代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 那一直長期以來台灣都覺得說 這個方略不是講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嗎 現在不是了 那個浮標又動了 大家要注意 它是開始講完全統一的戰略主動 那是等於定義了新時代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 通篇沒有講一國兩制 那以前在2020年之前的香港跟澳門 都有假性的一種一國兩制 那這個中共視為不完全的統一 所以在香港有國安法 所以最近也今年推23條立法 目的是要把它完全統一 那現在它講完全統一的戰略主動 意味著什麼 對台灣的整個的終極目標改了 這完全統一沒有講武力還是和平 當然它沒有放棄和平的目標 但戰跟和都放在那個地方來 而且不講一國兩制了 也不給台灣一個假的承諾了 連謊言都不說了 拉起面具來就告訴你說 我是親面獠牙的 那它講的是五個重點 第一個堅定不移推進兩岸統一 大家知道 第二個是鞏固擴大國際社會堅持一個中國的格局 強調什麼和平統一 是中國對外戰略的主動 這個和平統一當然是謊言 是騙全世界和平統一 而且第三 進一步掌握實現 祖國完全統一的戰略主動 就是要在兩岸關係有主導權 主動權 這個基本上都講得很清楚 難怪王毅在那個慕尼黑安全會議裡面 都講到支持一中原則 就是等於那個中國基本上要實現完全的統一 最好是和平 但基本上如果和平做不來也是會武力 第四個地方是交流合作融合發展 這個才是重點 再來不要以為這個是次要之點 這個是重點 交流合作融合發展 基本上是跟選前王滬寧開的對台工作會議 講到的一對一點對點 不是由上而下 而是化整為零完全一樣 你看到最近台灣有多少的那個學校 還有村里長繼續的 在不同的層面上跟中國共產黨那方面有所交流 這個地方我們要很小心 因為我常常講的打台灣不如買台灣 買台灣不如騙台灣 騙台灣不如下台灣 所以這個情況會繼續 第五個 一方面打擊台獨分裂 遏制外力干涉 這是戰 另外一方面 堅定支持島內愛國統一力量 就是那些在地協力者 這個是和 和其實不是和 還是戰 這個叫統戰 所以這個結果 你會看得到 根本在共產黨心目當中沒有核的問題 共產黨是階級鬥爭起家的 鬥爭才是硬道理 階級鬥爭一抓就領 不只是抓階級鬥爭 他要擴張他自己的帝國的野心 希望把台灣吃掉 因為台灣是他承擔不了的重 因為證實了在華人世界裡面 有一個地方 實現了穩定的和平的民主憲政制度 所以中共對台灣是非常牙癢癢的 好 根據這個情況 繼續來了 你看到國台辦的宋濤 在元宵台商聯誼會裡面 講到我們是一家人 我不信宋 我不跟他一家人 還有他說 他是我們一定讓其付出代價 那這個是血氣濃濃 而且他講到 肯定台商有濃重的一筆 會幫助台商 轉型升級 而實現高質量發展 還要一個一窮二百的中國共產黨 幫台商實現轉型升級 根本是不自量力 比荒天下之大廟 他應該想要從台商中挖科技回去 是來繼續盜竊知識產權 強制技術轉移 這些看法你又知道說 他已經磨到霍霍 這個不是他自己講出來的 肯定這個稿都是套好的 套好的稿底下 講出這樣的話 證明說中共對台灣染指的野心是繼續的 而且會加強的趨勢 所以台灣不能夠軟下去 我覺得政府不論是現在是這個過渡時期的政府 還有在520之後的新政府都需要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共政權是我們國家的敵國 我們要有這樣的認識才能夠清楚的擺正我們的地位 正如金門這個事件 我認為台灣政府應該要更有組建 更展現決心 當然我知道賴清德總統的當選人講過要避免再現 我們也有看得到實際的行動避免這些灰色地帶衝突 從金門的事件進線水域到那個M503的那個航路到那個海峽中線 中共都通過這一種叫做灰色地帶的戰略希望侵入抹除界線再實施佔領 所以大家要知道說這個不是一個簡單的事 視若等限 而且中共也發動起不斷的認知作戰 包括管碧玲跟段儀康之間的假的對話 把它修改 所以這個看得到那個情況一直都是如此 最後一點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哪個時候召開 現在沒有個底 那我想想像這個事情 那有些最近的消息說 會不會在兩會的時期同時召開 我覺得不可能同時 我相信這個會推在兩會之後的機會比較大 那因為為什麼 很怕1962年7000人大會的情況出現 如果劉少奇不知道哪一位劉少奇出來 幫空德懷講幾句話 幫那個中國經濟的帥弱講幾句話 那不得了 那所以現在要等 要把所有的人都整治好才能夠推出來 時間就習近平來定了 好 感謝 我們就會看到台灣的台積電 布局全球的海外廠房 第一個完成是日本的熊本廠開幕 張忠摩出席他表示 將會帶來日本半導體的復興 那台灣的科技業正在從中國大陸 轉向日本向路透報道 過去兩年至少就有9家的台灣科技業 插其日本或者擴大投資 那專家謝金河也認為 台灣日本可能會成為高科技的世界工廠 所以我請教吳老師怎麼看 現在目前台日合作 這個半導體工業的重建的再布局 首先就是要呼應那個張忠謀董事長提到的 叫做日本半導體產業的復興 原來在80年代那一陣子 日本是半導體產業的大國 後來因為日元的升值 還有美國的一些半導體產業的新的法案推出來 就是說限制壓抑了日本的發展 最後日本的連晶圓製造也沒有 所以他專門做好他提供特殊化學材料這個部分 那韓國部分是記憶體 台灣是晶圓代工加上封裝測試 另外美國控制設備掌握技術 軟件設計這些 那麼現在看起來 日本應該是在追求半導體產業的復興 就是重新找回半導體產業 而且是整個產業聚落 而且是由晶圓代工最強的台積電 在日本來設廠 相當於說即便有日本的大型公司 重新進入半導體產業 成為台積電的競爭對手 能這樣我們不知道 到目前為止台積電還活得好好的 Intel要來跟台積電教養的話 可能還不至於威脅到台積電 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日本與台積電的聯合做一個掩護 實際上日本就是要找回它失落的 半導體產業鏈 半導體整個產業聚落 就這樣子 然後這裡面就涉及到幾個方面 一共五個 就是產業方面 整個產業 新興產業 尤其是現在配合AI的革命 AI的爆發 然後再來的技術 掌握一些關鍵技術 再來就是整個經濟 包括就業 包括GDP成長率 這些整體經濟 再來股市 再來會市 就是像日圓的問題 那這些方面的話 日本算是有機會擺脫 所謂失落的30年 擺脫通貨緊縮的時代 然後擺脫美國在二戰以來 加在日本身上的所謂滾龍鎖 所以對日本來講 這個算是百年難得一遇的機會 日本有可能重新崛起 重整軍備 在美國眼皮底下 配合美國的這個演習 軍事行動等等 所以現在當務之急是日本修憲 把國防體制正常化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打造他的武器庫存 讓他自己擁有正規的航母 這樣的作戰工具 然後接下來去的話 當然要把手伸出去 就是在與美國協防的情況下 負責整個印太地區的安全 那分攤這個防衛的任務這樣子 就是美、印、澳、盟國這樣聯合起來 對 因為這樣 然後接下來 因為日本的國防預算要從1%提高到2% 甚至於到3% 那3%大概就是1500億美金 然後在其次 日本會把他製造的武器 輸出給友善國家 就是你跟日本比較友善的這些國家 可以從日本那邊取得 某些日本生產的武器的彈藥之類 然後日本還會讓美國 在日本的領土上部署核武器 這個叫核共享計畫 那德國聽了以後 他說我也要 就是讓美國把核子武器放在德國的領土上 作為一種叫核共享這樣的一個安排 再來的話 日本的那個可能也會重新打造航母 現在是先把直升機航母改裝 讓F35V可以垂直起降 就跟直升機垂直起降那樣 所以你看日本在被壓抑了70年之後 你現在有機會讓他東山再起的話 那日本一定把握 所以當年半導體產業太敏感 被美國修理 日本算是吞下去了 但是現在利用美國在培養台積電 美國在對付中共的大國崛起 美國在預防可能的國際秩序 與安全的這個破壞 所以要開始對台灣鬆綁 對日本鬆綁 在這種情況下 台灣跟日本形成了一個產業的一個同盟軍 產業的這個算是高度深度的一個連結 然後這裡面就涉及到剛剛提到從產業技術經濟股市匯率這些 背後其實真正有一個主題叫做高階人才 有人才才有技術才有企業才有國家競爭力等等 那今天台積電的崛起也是反映在台灣在40年前的教育政策 就是提高我們的國民的教育內涵 包括推出九年國民醫護教育 就那個年代培養出今天的工程師跟醫療團隊 那所以培養高階人才跟團隊 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日本現在也要往這方面 這樣才能夠做到真正 你掌握高階人才 你才會掌握到方方面面 所以今天美國好像有說 聯合印太的一些國家 做動人才的交流 高階人才交流 這重點在於說 美國現在把這個窗口對中國封閉起來 這重點在這裡 因為原來最大的留學生來源國是中國 那現在美國必須立刻轉變這個現象 那尤其是先從軍工大學下手 這個號稱有國家安全顧慮這樣子 好 所以最後的結果很可能你會發現 那麼寬的宮古海峽 中共的軍艦可能沒辦法過 因為整個電子偵測系統都弄得好好的 輝彈的打擊系統都瞄準得好好的 再來南邊的巴士海峽也一樣 所以現在日本的接近重整軍備 準的軍事重整軍備的話 那麼也必然把手伸到其他國家 你提到的澳洲 印度 還有身邊的韓國 台灣這樣子 所以日本首先先跨出第一步 對它立即有影響的朝鮮半島跟台灣海峽 它先主動關切 它會介入 然後美國因此會被捲進來 就算美國會介入 基於它自己的利益 我說就算美國不想介入的話 它也會被日本拖下水 因為日本一定介入 好 所以日本將來在地緣政治上 會變成一個強大的美國的戰略夥伴 然後對於印太地區的話 承擔更大的防衛角色 那在產業跟經濟方面 從半導體產業的重生 遇否重生 那對日本來講絕對是一個好消息 有可能因此解決它失落30年 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老師在這樣的新的格局之下 你覺得台灣的角色會怎麼提升 會是變化 台灣現在是 這個我們換個比喻 原來英國是香港的殖民地 是英國人在管香港人嘛 對不對 結果香港人為了逃避九七的時候 跑去投資英國設訪之場 然後僱用英國女工 然後香港老闆在對英國女工 以老闆對下屬的那個態度來講話 那時候香港人可能都有點覺得 怪怪的 無所自從 類似這種概念 我們以前是跟日本買技術買設備 然後東西再賣到美國去的 然後現在變成說 我們要到日本去 以一個外來指導者的身分 我們要幫日本去重建它的半導體產業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 台灣人可能也還不適應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新聞大禍節 台北國際書展剛剛落幕 台灣香港過去是華語世界 政體中文的兩大出版重鎮的 香港在長期滲透跟國安惡法的情況之下 恐怕被認為正在淪為一個國際出版中心的遺址 不過今年的台北書展上 有不少香港人的獨立出版社的參展 也有不少知名的香港作家出席 王幾教桑普 您今年的觀察如何 我今年看到台北國際書展 是比去年的人流更旺 更多 那婦長之後第二年辦的這麼多的人 非常的難得 我六天裡面 20到25號六天裡面 我去了三天 那基本上我覺得說都每一天 無論是週間還是週日 都非常多的人 那你看到這次國際書展 我覺得說去了三天 我聽了什麼樣的一個演講 我覺得是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書大家基本上 真的愛書的人 也不會到書展去買書的 因為愛書是每一刻 你都可以到不同的書店買書 書展最有趣是八百一十一場演講 那其中我覺得跟香港有關 十幾十多場都非常珍貴 因為香港在國安法 跟那個未來二十三條底下 我覺得說都沒有人願意說話 沒有言論自由 沒有出版自由 你連出一本書的自由都沒有 我覺得是非常的可悲 那我覺得說第一場我聽的演講 是朱耀明牧師 跟那個陳建民教授所辦的演講 因為朱耀明牧師跟陳建民教授是 2014年戰中那個雨傘運動 三個重要的核心人物之一 那另外一位是戴耀廷教授 現在都在監獄裡面服刑 那等待那個四十七人案的審判 所以兩位都不能講太多關於他的事 但是他講香港的事是如數家珍 而且講到那個朱耀明牧師的童年 那到他後來那個成為牧師的一個階段 都為民主運動付出了他的心血 同時你看到剛剛畫面上有潘元良先生 也是在講台港的老歌 那同時也看得到林溪先生 他也是有一本新書叫做 《給生活撐起一篇一葉粥》 那是由亮光文華出版 那他講的時候就講說 他曾經撐起過善葉粥 因為他曾經在電台工作 也在填詞 也在寫磚欄 那他現在看到很多人 當墨像精一樣 那沉到水裡面 只要你是自願的 你去悲哀的 沉的 沒有問題 總之記得要咬緊牙關下去 而且更重要的是 要好好的去建設自己的 每一分每一秒 深耕細做才能夠有將來 所以給了很多鼓勵給大家 那比氣場 堅持下去 要堅持下去 這個很重要 那當然還有那個在昨天 我跟宋國成教授好 那他的新書叫《四書中國》 那我是幫他寫序 那也很榮幸得到他邀請 一起去同台 那給大家演講跟簽書 非常的高興 所以我看得到書展 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展現給大家 那尤其這一次是古花國的 那你看到台灣 荷蘭 香港 德國 法國 泰國 比利時等 500間出版社都有 剛剛講過 811場的論壇 那而且更有趣的 這個主場區以外 另外還有一個叫國際專區 裡面有17個香港小的 獨立出版社 一起組成個聯盟 他們叫ACO Books ACO Books 他們集結進場 處理個小地方 但賣的書呢 非常具有可讀性的 比方說一本書叫做 韓莫松 Peter E. Hamilton 香港領南大學的教授 他講香港製造 副標題是 跨太平洋網絡 集全球化的新史 新的歷史 那這一本書呢 講到一個非常好的概念 他說雖然英國殖民時代 統治香港剛剛講到 但是美國影響很重要 其實美國在很多的雜誌 很多的一些 叫做文化上的影響 其實我覺得跟英國 基本上是旗鼓相當的 就稍稍了解當時很多 那個很多的週刊 當時六七十年代 都是美新社 美國新聞社 在那邊投資去處理的 所以看得到 美國對香港影響力非常多 那主要是講這一塊 那另外還有一個朋友 叫李恩浩 他是一位非常好的一位學者 他寫了一本書 叫《夾逢中的抵抗》 講香港司法跟法律 面對的問題 也是非常具有可讀性 相反的 另外有一個攤位 是叫做香港聯合出版集團 這個香港聯合出版集團 基本上是中聯辦系統的 中共中聯辦 對 中共中聯辦系統的 他們也畫了一個區 在那個地方 去展出他們自己愛的書 香港叫三中商 三中商就是三聯中華商務印書館 三家就是三中商取第一個職 就是三個中國的商人 就意思是這三家 那三家的 基本上通過這個聯合出版集團 銷他很多的書 所以大家看得到 他們住的地方很大 一家獨大 十七家擠在一個非常小的角落 但他賣的書 卻是最有意義的 所以大家看書呢 也不是看貪位誰大 誰比較有人氣 不是 而是說你們自己要獨立判斷 每一本書的重量跟它的意義 那也看得到很多在 還留在香港的人 包括歐嘉林先生 還有邵嘉珍先生 他們也出版的書 也在這個書展裡面有展出 所以我看得到 它是正體中文界 唯一 全世界全宇宙 唯一的一個地方 可以允許這個 正體中文界大規模的自由出版 那全世界找不到另外一個 你可以看到香港淪陷之後 香港以前的書展都非常的出色 尤其在90年代的時候 非常的出色 那現在呢 根本是沒有一個人敢講真話 有些我認識的 獨立出版社的那些老闆 都不願意標一個單位 投標一個 一個攤位來去處理 因為你如果標一個攤位 你賣的書 每一本都給人家審視 抓到你有一句話 可能你就被國安法掉了 所以這個是非常的可怕 所以自由是多麼可貴 活在自由的空氣中 台灣的老百姓 都覺得說 這個是理所當然的 但其實不是 得來不易 是得到很多的 民主前輩的那個努力 而且那個還有很多的 幸運的成分在裡面 但無論如何 台灣走到今天 是一個往上走的 香港是往下走 我也是非常感謝 台灣可以允許 香港很多出版界跟作者 可以利用這個自由的樂土 來發展自己的出版事業 這個是非常難得 那我希望說 那個很多得獎者 那個包括書展大獎 還有金蝶獎 三分之一 都是香港的書籍 來去佔據的 所以你看得到 非常有意思 從小說到那個散文 到評論都有 所以在書展 是非常的有趣 那也看到有一個年輕人 到有一個出版社 他拿起書 一本一本翻 都看中國有關的書 一本一本翻 翻到那個茶飯不是 吃完一個三明治回來 七八個小時蹲在那裡 之後就買了九本書走 那個出版社老闆 就在臉書發一個文章 非常感動 這些小事 其實最感動的地方 就如果說 形成一個閱讀的習慣 我覺得說台灣 是還是很有希望 所以祝福台灣 也希望書展 可以年年都辦 而且每一個人 都培養讀書的好習慣 所以看起來有機會 台北國際書展 未來可能會成為 海外香港的華人 出版的一個 匯聚的交流地方 因為像我昨天 是最後一天去下午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聽到 香港的口音 對 很多的 其實遠到從香港來 專門來參加台灣書展的 都有 所以是很難得 是 好 我們再來看到 中國經濟現在是顯然 大家認為是陷入通貨緊縮 而中共各種的經濟 刺激措施 不見成效 那中共還要降息 要拉抬房子 效果也不張 人民幣貶值壓力又大增了 現在有一種討論 就是說 有人討論說 那是不是有可能 既然人民幣要大 可能會大跌 那1990年代 朱鎔基用過這種 震痛或震盪療法 人民幣突然間一次大貶值 當經濟觸底之後 重新再吸引 國內外的投資者入場 所以我要請問一下 我先請問老師 老師我們等一下 談那個結構性問題 以這種說法的話 震盪性療法的話 對今天的中國大陸有用嗎 我覺得他們應該沒有辦法 找到管用的有效的震盪療法 假設有這種療法的話 然後第二個 就算真的有這種 所謂的震盪療法 我們現在看不到 那麼他也可能沒辦法 順利來推動執行 他們有個比喻就是說 一個很寬大的水溝 你不能分兩次跳過去 因為你分兩次跳過去 你就掉到底下去 你只能一次跳過去 就像阿根廷一樣 我如果要做的話 我就要配合整套的改革 就是說要一口氣 跳過這個大水溝 你分兩次跳的話 就跳到水溝裡面去 那這個是當初震盪療法的 這個理論基礎 那那個要用這樣子 可能這個震盪不是在經濟或產業領域 看看你在政治上 是不是有很大的動作出來 讓大家眼睛都亮起來 看看是不是 因為現在你知道嗎 中國的問題 表面上是經濟問題 但實際上背後有 有很龐大的這個政治的糾結在後面 那老師我就追問了 就是您剛才就在談 你之前就是要談就是說 為什麼當時有那麼多的招數 來拉抬經濟 但是就是拉不起來 他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 像您講的多重機關衰竭 它的深層因素可能是什麼呢 這個有分成三個 第一個是制度 第二個路線 第三個地緣政治的變化 我們現在看 一個制度的好壞 其實並不是看你喜不喜歡 拿東方的西方的 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 這樣來比 一個制度 資本主義也要有制度 社會主義一樣要有制度 這個制度本身就已經不涉及這個 主義的問題 而是什麼 而說你這個制度的運作 怎麼處理權利 第一個 你要能夠有自我糾錯的能力 自我修正的能力 你要能夠自己發現自己有錯的時候 能夠糾錯 能夠修正 很多制度根本拉不下臉 像當年毛澤東搞三面紅旗 造成大大激發 你說要怎麼辦 最高領導人推出來的政策路線 如果做下去的結果 大家發現不對 那怎麼轉彎 大船怎麼轉彎 所以呢 有很多小型國家 像台灣這麼小型國家 有錯的話還可以就是 沒有什麼面子問題 沒有心理包袱 像中國那麼大型國家的話 它那個有很多的包袱 其實它本來就有很大的一個制度性的弱點 那麼這個制度性的弱點 根據我當年在紐約跟大陸留學生的交流 他們早就指出答案 答案是什麼 那個時候在大概在八九事件前 雙方的交流 他們講出幾個字 就是創造一個世紀之交的春秋戰國格局 什麼意思 中華民族最有創造力的時候 就是春秋戰國時期 我們今天的所有那個學派門派 都這個從輪語 從孫子兵法 反正各種你現在就發現 這個我們最好的東西 其實都那個時候 兩千年前 那為什麼 因為在互相競爭之下 你會激發出最大的潛力跟創造力 所以呢 出現一個互相競爭的 叫做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格局 叫做春秋戰國格局 這個其實是一個他們所嚮往的 但是因為在中共的大一統專制的情況下 現在是做不到 所以呢 現在你發現制度的檢查檢驗 第一個是過這個制度有沒有 糾錯跟修正的能力 你社會主義的制度 一樣嘛 資本主義制度一樣嘛 用這個來檢驗嘛 哪一個制度在這方面 運作的比較順暢 然後再來的話 權力在行使之前有沒有制約 權力在行使之後有沒有監督 然後呢 統治者就是掌握權力的統治者 他的權力是不是來自於被統治者的同意 這幾個就是制度設計的重要元素 所以這裡面涉及到頂層設計的概念 就是我們怎麼樣設計一個制度 第二個我們怎麼樣有合適的管道 把對的人放到對的位置上 然後接下來當然就是作為這個 這個中國最喜歡講的大國崛起 這個民主主義情節 那麼會涉及的就是地緣政治的變化 所以中國一直有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是跟俄國走得近一點 還是跟美國走得近一點 現在很多人都已經早就發現 美國是對中國最好的國家 可是中共整天跟美國對著幹 然後俄國是最欺負中國的國家 然後習近平去擁抱俄國 這不就是地緣政治上 一個路線上的一個錯亂誤判 所以你看現在很多問題 光是房地產這樣的問題很困難 光是失業這樣的危機很困難 還有債務的問題很困難解決 尤其最嚴重的叫做通貨緊縮 到目前為止要應對通貨緊縮 真的是太難了 日本你看看這樣掙扎 所以現在中國居然同時 我剛剛已經講了四個 房地產危機 事業危機 債務危機 通縮危機 四個危機 每一個都很重量級的 還四個一起來 還不要講資金外流 貪腐的錢洗到外面去 也還不要說你把香港給搞砸了 對不對 出口導向的經濟體 你要持續給它找經濟動能 持續給它找那個訂單來源 然後你就是國內需求必須補位 頂上來 叫做房地產是這樣來的 所以出口導向到一個程度以後 房地產導向然後房地產導向 然後接下去是什麼 是債務經濟導向 因為房地產都是舉債經營 那債務經濟到最後的話 你必須有足夠的收益 投資報酬 來支付你的利息成本這樣子 那一旦這裡做不到的話 就崩壞了 你現在看到的整個 然後演變成事業 演變成那個地方財政問題 等等等等 所以整個過程你會發現 中國問題從頭到尾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訂單在哪裡 你要用內需來補外需的不足 做得到嗎 做不到嗎 如果你今天內需開得出來的話 問題就好辦多了 就好像您講的這個多重的 這種器官衰竭式的 多這個危機的一起爆發 還有就是說 就是它的制度劣勢的 弱點等等的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再回頭看 有沒有可能在這種情況下 用這種所謂的震盪或震痛療法 這時候你在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會怎麼 震盪的話就是你直接改制度嘛 那你改制度的話震盪啊 你叫習近平下來 然後整個中國開始從基層民主 到這個全範圍民主 你要先在基層做那個地方自治 像這個所謂這個 三民主義裡面講的 一步一步來 讓老百姓知道怎麼投票 培養民主 展開一個漸進民主化進程 你整個那個官僚隊伍 才會整個動起來嗎 這才是他需要的震盪 對啊 但是你現在的震盪 我不曉得你要震盪什麼對不對 是 好 我非常感謝 我們節目最後請兩位 跟我一分鐘 總結今天的討論 先請吳老師 其實中國的發展 過去兩百年來 一直在摸索的 就是說頂層設計的問題 一直到今天大家終於明白 是整個頂層設計的問題 這不是蔣介石 毛澤東這種國共恩怨的問題 根本不是 而是說中國應該用什麼樣的體制制度等等 來面對西方國家的挑戰 來加入全球的競爭 我們必須看到一種可能性就是 設計一個好的制度 這個制度有自我糾錯能力 自我修正能力 不管你是姓色姓資 都要有這樣的一個頂層設計 然後這樣的一個努力的話 台灣算是已經實現了 那原本香港好好的 結果給中共搞砸了 所以我們歸根結底 中國人一直在摸索現代化的道路 那有些美好的方案已經有了 可是不願意去接受 不願意去面對 像鄧小平在搞改革開放的時候 他們一度要去參考新加坡 朱鎔基搞國營企業改革的時候 一度要去參考韓國大企業 為什麼不來看看台灣 我們今天講到那個台北國際書展 也講到王滬寧的那個新的說法 但是也講到那個俄物戰爭兩週年 那補充幾句話吧 那在制裁裡面一定會有漏洞 那我覺得很難彌補 我們知道制裁有它道德的意義 但是也知道它現實上 會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美國要求 叫川普要求那個歐洲各方面要付錢 是有意義的 因為地緣政治上他們是最受益的 最獲利的 那另外這個戰和不定的情況下 是非常糟糕 尤其你不是全面跟那個普丁來去作戰 那同時你擁有低級的武器攻擊給烏克蘭 這個太久之後 軍火商得利 其他都沒有得利 最終我覺得結果 類似韓戰去解決的模式是OK的 停戰 不承認失去的主權的問題 就失去領土要追回來 那同時也要索取應有的賠償 否則那讓那個烏克蘭加入北約 等等的說法都可以去考慮 您說有一個緩衝期休養一下 但是先把重心先對付中共 沒錯 不然中共一直支援俄羅斯這樣 烏克蘭的地緣戰略地位 跟台灣完全不能相提並論 所以我希望說大家不用這個盲目的比喻 而且更重要的是防禦台灣 首途有責從我們做起 只有我們有決心 我們有實力 美國才會一起來幫忙 感謝兩位的分析 感謝觀眾朋友的參與 新聞大破解每週一三五再見 新聞大破解的觀眾們大家好 非常感謝大家對我們的支持和幫助 那我們在YouTube上成立了一個新的子頻道 叫新聞大破解隨選 我們把相關的精彩片段 都匯集在一起來方便大家分享給朋友們 那麼也希望大家能到此頻道 來按讚訂閱以及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而另外我們在一個新平台叫做 《乾淨世界》有新聞大破解的頻道 我這裡要特別跟大家推薦 《乾淨世界》真的是非常好用 有許多還很重視隱私 而且沒有暴力色情等等 很適合合家觀看 所以也鼓勵大家到《乾淨世界》 來訂閱新聞大破解的頻道 並且還有相關的APP也可以跟你的朋友分享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 我們每週一三五再見 《乾淨世界》 《乾淨世界》 《乾淨世界》